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裡 現在為大家報導 關於北溪的管道 無論1、2日都有爆破情況出現 有個國家的前防長跑出來 直接指代美國人的所謂 還感謝他們 而當俄羅斯在社交媒體裡回應他的爆勇之後 他也越講越起敬 就說早在20年前已經警告過你俄羅斯 你知道你有什麼意欲的時候 美國人一定會動你的 你當我主旨留嗎 這樣 而不止波蘭走出來證明了是人為的行動 丹麥 德國 瑞典 甚至挪威都走出來 已經不再討論是不是天然了 直接說肯定是人為的行動 現在正在找他用什麼方法和誰 而繼新潮民昨天已經為大家率先報導 美國人有份參與的證據的時候 有關的片段 拜登在戰事之前的講話也已經在網上廣傳 而除此之外 全世界都分析這次管道爆破這件事 最大的得益者看來只有美國而已 稍後一一為大家報導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 就是烏冬四地迎來回歸俄羅斯的一天 但是歐美那邊窮追猛打 怎麼都不肯承認他們民主的公投結果 但是奇的奇在 歐盟就指責這個公投是假的 美國也有他的理據指責是假的 兩個理據就是互相矛盾 口供不一致 有範駁的地方 這麼有趣 而很多有心的媒體和有心的國家 也都把俄羅斯和烏仔戰士刻意類比中台之間的關係 新潮民為大家清楚解說 引用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的說話 告訴大家怎樣這兩件事是不可以作出同等的類比 來為大家釋懷 稍後一一為大家報導 再之後就是今天有外國媒體爆料說到 原來威廉王子的兒子喬治王子 不要看人仔細細 他已經懂得如何好好利用皇室遲遇的應有權力 就是喬治王子被踢爆到他在學校要對那些同學禁聲 原因很簡單 就是當有同學同學跟他吵架的時候 喬治王子就跟那些同學說 你不知道我是誰啊 你不知道我是誰都會上網吧 我爸爸就是未來的英國國王 你們最好和我小心點 不然我心情不好的時間就不要掛我重手 好了這個一直被譽為很貼地的英國皇室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而整件事隨著他的曝光之後 那些BNO皇人就集體收了聲 提也不敢提 當中這件事的詳細內容是怎樣 我們回頭回來就為大家詳細報導一下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 正當我們全香港的市民都為著警察查獲那些濫發免針子的醫生 而熱烈鼓掌的時候 竟然有些人背著這個醫委會委員的身份 就走出來企圖為那些濫發免針子的醫生去鬥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在我們查探之下 原來這個醫委會的委員 他的身份就並不是一個醫生 他是醫委會的業外委員 而且他的政治立場還十分之有可疑 可以說到一看過以往的說話 就可以知道這個是大王人 回頭回來 我們就看看誰這麼膽膽 走來支持那些濫發免針子的醫生 再之後我們就說一下 在我們香港地小人多 維麗泊車的問題就長期存在 但是在長沙灣有一輛七人車 除了維泊之餘 還要在車頭那裡 針對抄牌的人員 去寫出客人的字句 那最後這個字句 究竟嚇不嚇到執法人員 是不是真的寫一句這樣的字句 就可以令到自己的車吃齋不用吃牛肉乾 稍後回來我們就說一下這件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先做一點呼籲 由於新潮民之前被平台的打壓 所留下來的後遺症 大家應該顯然意見 就是新潮民的觀看數字 比以往還沒打壓之前急劇下降 其實對於平台來說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 有見及此 在這裡希望願意請大家 如果喜歡新潮民的節目的話 就留意一下 在你們訂閱了新潮民頻道的時間 有沒有好像在我頭上的這幅圖一樣 在訂閱的同時也有按到旁邊的鈴鐺 兼且是按到全部這個鈴鐺 如果沒有的話就請大家先做這個動作 然後在有時間的時候也可以在看完我們這條影片的時間 拿到另外一個平台 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就來到重播新潮民的節目 關掉聲音 隨它播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拆領數據 來醫治好我們受到平台打壓之後的後遺症 有勞各位了 再次我為大家報道 就是在俄羅斯接下來的30日 將會有兩大重大的事情發生 第一就是俄聯邦的安理會要舉行緊急的會議 一起來商討一下究竟北溪的兩條管道如今受到人為的打爛 來龍去脈是怎樣 還有作出緊急調查的人手調配 而另一件大事就是俄羅斯的普京要在杜馬發表演說 來歡迎烏冬的四地正式回歸俄羅斯祖國的懷抱 正式得到解放 俄羅斯已經認定北溪的兩條管道被人的惡意打爛 而如今歐洲幾個國家丹麥、德國、瑞典、波蘭和挪威 他們的總理和首相都分別走出來 全部已經斷定了是人為的行動 只是在找究竟是哪法人做的 而究竟是哪法人做的呢 波蘭就不小心爆響 波蘭的前防長就不小心在自己社交媒體上 就鋪了一張波羅的海那裡漏泡泡泡的方圓一公里的照片 就說了一句多謝美國佬 當全世界人都不知道誰是始作詠傑的時候 波蘭的前防長就說了出來不小心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兩個原因 說得出來可能是一個動機 也可能是不小心 因為他覺得這些是常識 前防長有時候跟今屆的防長或今屆的政府未必合適 很多前官員、前國務卿、前防長 甚至是前情報局的人員 都跟現屆的政府有時候會唱反調 所以有時候走出來說話是會為自己而說 自己所知的東西來發表 當很多人問到究竟前防長你說多謝美國是什麼意思 你解釋清楚一點 你解釋清楚一點 前防長越禁越說了 我以前說過了俄佬 我叫你不要動烏克蘭 還有說過已經爭取了20年 用20年的時間來搞反抗 反抗俄佬來建立北溪管道 變相就是間接威嚇著歐盟 讓歐盟依賴了俄佬的能源的時候 萬一俄佬要勢力擴張的時候就可以有恥無懼 我以前做防長的時候是不是說過 如今失去了北溪管道 很明顯就是俄佬 搞烏克蘭的嚴重代價 現在失去了多少 價值200億美元的管道如今已經變成廢鐵 沉在大海裡 那究竟是否北溪管道真的變成廢鐵 沉在海裡 能不能做到呢 一時三刻俄羅斯那邊的前總統兼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 梅德偉傑夫也說到 要做到一時三刻都難以估計要做多久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恢復通氣呢 也都是目前為止是沒辦法估計的 即是都是一種重創 這位前防長波蘭的西科爾斯基 在Twitter上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俄羅斯駐聯合國的第一副代表也知道 很感謝波蘭前防長把他們俄羅斯的假設進一步確定 原來他們所料不測真是美國人的所為的 真的麻煩你爆響口 隨著新潮民昨天已經為大家報道 就是北溪兩條管道的爆發點 在九月初的時候分別有兩批美軍在當中徘徊 派出六架海鷹直升機 也派出美國的兩棲攻擊艦 在爆點附近做了一系列徘徊的行動 就不知道在謀算什麼 而這些東西並不是空月來風 在西方國家的航空飛行監視系統 以及海航的自動識別系統 都分別指有證有據 而隨著新潮民昨天為大家報道了 美國人在這件事有份參與 也引用了拜登在俄羅和烏仔戰事 發起之前在二月初的時候曾經面對著記者提到 美國是絕對有能力令俄羅斯要入烏的時候 是不能夠有恥無懼 俄羅斯一直以來就是靠著天然氣的捆綁 來威嚇著歐盟 希望歐盟難以招架俄羅斯對烏仔的軍事動員 拜登說過美國絕對有這樣的能力令俄羅斯沒有了不溪 記者問有部份北溪是和德國合作的 那你又怎麼算呢 拜登沒有意見直接就說了 總之我們做得到 現在這段片段已經在全世界不斷流傳了 而除此之外原來根據另一方的消息 就是美國的中情A局就在北溪的管道爆發之前幾個星期已經警告了 就說北溪的管道將會有人為的搞事 這個搞事就會令到它爆發 要大家都小心地說 原來美國已經早就放了風聲出去了 就想弄得這件事好像不關他的事一樣 可惜你們的主子猛的 不小心在媒體面前爆響口其實已經不止一次 拜登將一些國家對外想著出手的行動不小心爆出來 這件事不止一次 其問題就是其實歐盟的各國根本就完完全全知道 是美國人背後一手在操弄 一手就是美國的液化天然氣 9月是去到倍升的生意額 連帶美國液化天然氣的公司的股價都可以升0.5% 而另一方面就是本來這個世界的軍備交易本身越來越少 就是國與國之間的軍備做生意交易是越來越少 2017年至2021年這五年世界的軍備交易都比往年不斷遞減 其實就是和平的景象 有軍備交易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2017年至2021年在這個歷史下 卻有一個國家不斷地上升的軍備交易 還升了14% 說的是2021年之前就是美國 美國的對外軍備出口就升了14% 更加不用說2020年踏入這個鵝佬和烏仔戰士2月之後 就沒有這個上升的數字可以說出來 相信這個percentage都是非常多 為什麼美國可以在全世界都減少軍備交易的時候 它的軍備交易會漸漸上升 而猜猜這2017年至21年哪個國家進入的軍備是最多 美國的出口就在這五年最多 而歐洲卻在這五年進口也大幅上升 一個賣一個賣 想搞什麼大家很清楚 美國很簡單的 軍備交易就是往往製造當地的政局混亂 然後就送出軍備大賺一筆 28日美國剛剛有一個聲明 11億美元的軍備就會再送給烏克蘭 當中的項目會包括高機動的多管火箭系統 陪套彈 無人機的反制系統 雷達和裝甲車等等 這些叫來應對俄羅斯對烏克蘭那些吞併公投 公投就是公投 吞併就是吞併 吞併公投這兩個加起來是美國老師想得到的 剛剛最新鮮滾熱爛 挪威的首相也走出來說話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挪威在俄羅斯旁邊 北溪的管道一號那裡 也是挪威的命根 挪威的能源九成都是靠俄羅斯 挪威首相說到他收到封 收到封有人會故意打爛那些管道設施 無論是石油和天然氣設施 現在都要陸軍海軍加上警察一起去全體保護設施 以免有些人做一些骯髒的事 而挪威首相斯特勒是一個男子 挪威首相還不是女子 相信是北遠的 北遠就是歐盟各國的領導人全部都變成女子 他也說到 就是若然有些人心懷不軌 要用人力來搞破壞的時候 不但他們會動用軍警戒備 還會連同北約組織一起來應對 就在26日挪威已經偵察到不知為何有些不明的無人機 經常在海上的鑽油台上徘徊 有大有小 他們還在查是哪一犯人做的 哪些人對他們虎視眈眈 心為不軌 丹麥那邊的北溪管道受到人家打爛 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這個打爛的行動 那個位置是否處於丹麥海域之內 若然在丹麥海域之內 就是蓄意對北歐的國家進行攻打 這件事情可能會提升到戰士的水平 但是卻有另一個說法說到 那裡不是丹麥的領海 那裡是屬於國際的海域 所以如果動那裡是不會養成這個戰士 現在將他爭論 丹麥的首相就說 當然這是人為的蓄意行動 他們都不是在討論是不是人為 已經在討論打爛的地方是否丹麥的境內 分明就是丹麥的一個島的隔離 那個島是丹麥的 那就是丹麥領海裡面 現在就要深入海域來看清楚 到底那條管道受損的位置是否在丹麥海域裡面 丹麥那邊又指到 如今漏出來的天氣是相當於丹麥成年的氣體排放 就是說這些東西已經進一步令海域和空氣受到染污 最慘的是有些國家覺得自己不夠天氣 又不夠錢買美國的昂貴 以四、五倍來計算的天氣 因為四倍的天然氣就等於俄羅斯的鐵液化天然氣的價錢 美國賣四倍 還加上船運的話隨時就是五倍的價錢 但是有些最買不起的國家 例如波蘭那樣 早就已經跟歐盟那邊說 你們那些定額存款不用預算我 因為我已經儲夠我的天然氣了 但是整個歐盟都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可以儲得那麼多天然氣儲得足夠 明明根據輸出的量是不可能儲得足夠的 不知道波蘭那些天氣是從哪裡進來的 但是我們知道 就是當全世界不斷制裁俄羅斯的天然氣 液化天然氣的時候 有些船就以不記名的形式離出去地中海 然後又會阻礙一個兜 不知道兜去哪裡 所以很多人都說一邊就制裁 其實表面上就制裁 背後也都以不同的渠道走灰色地帶來入貨 而亂同如今波蘭的房長自己在那裡包擁 再加上波蘭這個地方究竟是不是完完全全來附和住歐盟 也未必是 早前歐盟那邊要罰匈牙利的時候 波蘭有份幫口 說歐盟那邊不應該隨便對匈牙利切資金援助 那究竟波蘭這個地方的立場是否鮮明 背後有否鼓鼓滑滑 大家也看在眼內 這件事審都不用審了 因為做得太明顯了 有些經常惹我們中國的外國媒體 例如審波法新社 說不可能是美國人做的 也不可能是這個所謂的自己人做的 即是說歐盟那些 原因是說到在波蘿的海也不適合潛艇走的 而且那裡的平均水深都是100米左右 而且也說到如果要說潛艇多 那個海域俄盧最多潛艇 還說到俄盧在波蘿的海的位置 就有大量監測著其他外國潛艇水底網絡 所以說到如果是美國人做 又或者是北約等等的成員國去做的話 俄盧就一定會知道 聽起來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深入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根本是解釋不通的 其實很簡單 美軍之前在那個海域進行過軍演 沒錯這個報導聽起來 波蘿的海平均水深100米 不適合潛艇去行動 這是事實 但是正所謂一個厲害說謊的人 是會部分的事實參與去說的 如果美軍之前在那裡搞了一些大型的軍事演習 又派到他的兩棲攻擊艦去做這個演習 並且派到很多直升機去做的話 跟那個海底的水深是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大型的演習有那麼多這些水面艦艦參與到的時間 就算海底下有沒有潛艇都是沒有人知道的 原因就是當你有那麼多吵雜的船隻在上面搞到大型軍演 又派出那些兩棲攻擊艦可以放出的登陸艇 那些通常都是汽展船來的 那些汽展船很吵的 大家有看過汽展船都知道的 這樣的時間其實是可以掩護到海底的潛艇 因為探測潛艇主要是透過升納去探測 當你在水面上大家可以想像到有那麼吵的背景 為這些潛艇掩護的時候 即使俄羅斯擁有在波羅的海這麼龐大的探測潛艇的升納海底裝置 這樣也沒用了 美國人絕對可以在軍演的時間利用到微型潛艇派出蛙人 去到北溪的海底管搞定 而且類似這些老屈外媒也說得對 不是說真的讚他對 他說破壞這些海底下的北溪是需要國家級的行為才能做得到 他也說得對 不過這個國家是美國而已 又或者是北約國家 因為要破壞到在海底70米以下的北溪管道 是需要有一些無人潛航器或者有一些就真的潛艇 載一些蛙人去做 你說70米這個海底深度是不是深 其實說真的深也不是很深 淺也不是很淺 中等的程度 剛才也說得明白 你自己的報道也會說 波羅的海不算是一個很深的海 它的平均深度是100米左右 就不是很適合潛艇活動 這就對了 所以適合那些無人的就真潛航器和水底蛙人去活動 很簡單的 究竟北溪破壞了對誰最有利 北溪就是俄老去擁有的 再第二個大股東就是德國佬 如果俄老想不恭喜歐洲 很簡單 按按鈕就停了 要不破壞到自己做到大股東的北溪 想起來也不合邏輯 我認為德國佬都是被騙的 都是被蒙在鼓來的 那誰想看到歐洲沒有氣勇 又去求他 不求他不行的 很明顯 那個就是美國 所以綜合來看 在軍事層面上來說 美國是非常大嫌疑的 以及我們以過去的歷史和基準行為來判斷 俄老除了禁制去殺停這些北溪天然氣之外 要停你的時候也不需要扮不關自己的事 擺明要停你的了 而美國老一貫的做法就是事務大小都會挑出來 第一時間就是吵他的敵人 無論吵中國或者吵俄羅斯等等 而這次罕有地到現在還沒譴責俄羅斯 說俄羅斯打爛這些天然氣管 其實美國現在都在醞釀著 如何搞深戰和公關媒體戰 來應對這次的闖說行動 而有些行為也非常反常 就是為什麼德國那邊不即時認定是俄老搞的惡意行為 而罕有地這次是到目前為止 丹麥吵到拆偏 波蘭又在這裡多多說 連羅威手上也要走出來 說到要軍事應對的時候 德國到目前為止說到這件事還是說 他們知道不是徹師老化 但是還未肯說到底是人為和哪個國家做 罕有地 他們一顆爹都沒有 我們現在就等哪些歐盟的議員爆開口 以他們低智慧低技術的殺方方式來說 總之我不管什麼原因人為和天然 總之肯定不關美國人事 我們不要再爭論這件事了 就是每個國家都不說 只是強調不關美國人事 大家就知道無私牽見師是哪個國家人做了 不過我也很期待看法國那邊會怎麼表達 可能我們當中會看到一些端倪 接下來就要說說有英國媒體爆料說到這個本身英女皇很重恨的室仔 喬治王子也就是威廉王子的兒子 最近他運用到皇室成員的調動 看來他相當清楚 當泰麻離開了之後他爺爺就會變了國王 而他父親就會變了儲君 所以人仔細細的他喬治王子在學校也囂張起來 這個英國媒體每天郵報就爆料說到 一直以來喬治王子和他的同學在學校都有多少爭取 雖然是這樣 不過相信都是以小孩打打鬧鬧居多 就不是說真的有什麼去到這麼大仇口 不過很明顯喬治王子最近就囂張起來 每天郵報的皇家作者在他自己的新書新皇室透露 喬治王子已經很清楚自己這一刻他的位置究竟處於什麼地位 所以他也在其他同學在過往爭吵的時候有點不同 竟然現在一開始就跟同學說 你們最好小心點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現在是喬治王子 將來我爸爸威廉就是英國的國王 也就是你們的國王 在你們這些同學和我吵之前很想清楚 最好和我小心點 要不然你們的滋味道來這樣說 整句話就讓我想起那些顏色人士最喜歡放大到我們中國的情況 形容到有些比較有錢的人或者做官的二代或者三代來這樣說 他們那些顏色人士最喜歡放大這些新聞 現在來到這樣說的時間 不是其他什麼中國人士 不是其他內地的情況 而是你們最尊崇的英國皇室 而且喬治王子今年只有九歲 已經懂得這樣說 什麼不是在你們的口中說英國皇室上至剛去的英女皇 下至他的室同樣貼地 這麼親民 從來都不會用英國皇室的身份 來拿特權的嗎 現在喬治九歲已經很清楚 他和其他人是有分別的 根據這個爆料的新書就說到 本身這個小喬治在七歲的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王子 還說到他父母威廉王子和海特王妃不想這麼早讓他知道他身份特殊的這件事 還說到他兩夫妻就想學他的叔叔 也就是查理斯的弟弟愛德華皇子的家教方式 家教方式 開始說到愛德華皇子夫婦很懂教兒子 就教到他的子女不會輕易利用皇室身份 像樣欺負別人 這樣又不同 威廉 你要搞清楚 愛德華皇子不是皇柱 那個情況也不一樣 威廉 你的兒子很明顯已經知道 你將來就會接替你父親查理斯成為英國國王 試問在這樣的情形下 你又怎可以學似你叔叔愛德華皇子的教育方式 大家身份都不同 不一樣 雖然威廉說他已經極力隱瞞他們自己是皇族的事實 但是這些東西騙得一時是騙不到一輩子的 你不跟他說 大把人都會跟他說 而且我也不太相信威廉和他太太凱特是真的教到他的兒子和女兒 說到他騙著他不是皇室的這件事 我就不太相信了 再說在皇室的教育來說一般都是從傳統去做的 如果你要我相信皇室成員之間各自各有屬於他們想出來的DIY教育 我真的不會相信皇室怎麼會沒有規矩 問題就是誰首先出賣了皇室的傳統教條 說到這個破壞到皇室規矩最有名的那個 當然不可以不提及到威廉的弟弟哈里皇子和他太太 也就是梅根 最近又有些資料爆出來 原來哈里和梅根曾經向英女皇和英國皇室作出所謂的五大訴求 但最終被英女皇否決了 我們再說一些關於威廉的兒子和喬治皇子的這件事 再說哈里兩夫妻的五大訴求 現在來說那些曾經被威廉的兒子警告過的同學沒有人出來說話 相信跟他做得同學說真的那句話都非負則貴 不過面對著英國皇室在你面前來說 多厲害的人 多富貴的人都會立即縮小 而皇室方面去到這一刻也沒有否認到喬治沒有說過這些話 那也是否等同默認呢 現在威廉皇子也承認到 雖然喬治皇子現在只有九歲這麼小 在兩年前他很純 但現在看來很懂得計算 他懂得計算到 喬治這一刻也知道自己如果順著落滑鬼腳的話 就知道自己終有一天無風無浪也會成為英國國王 在這裡就不知道說恭喜還是悲哀好 既然你兒子那麼懂計算 也是一件好事 不過如果再說到什麼英國皇室很貼地 絕對不會用特權等等的廢話 就從這件事可以看得出 根本就是狗屁不通 說到哈里對英女皇生前作出的五大訴求 剛才是最新爆料說到的 原來在兩年前哈里刺著英女皇也很疼他 所以密謀和他老婆梅根向英女皇開出這個特別條件 也就是剛才我說到的五大訴求 又或者叫五行提議 這五大提議包括皇室要繼續做 做還做 就向英女皇提出到最少兩夫妻都要在一年內放一個月價 而且每年參加皇室的活動就要限定在某個數 還有不僅僅做的東西出的力少了 放的價多了 還有要保持這個所謂的財政獨立 什麼叫財政獨立呢 很簡單 我們經常看戲都看到 有一句名言叫做 我的錢就是我的錢 你的錢就是我的錢 其實哈里就用了同一個理論去玩 這個五項要求裡面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從前皇室成員不能從事商業活動 這就是他們的傳統和鐵律 沒有人可以打破的 但是現在哈里就向英女皇提出 從此她是要參加商業活動的 哈里就說到我已經跟類似Netflix等等的串流平台已經簽約了 只要在這些平台上出現 我就會獲得巨額的商業得益 不過哈里就跟英女皇阿嬤說 除了要打破這些商業活動 皇室不能夠參與的金科玉律之外 我哈里也要繼續在皇室出糧給我的 那份東西怎麼少得我 本身我應該要有的 還有皇室所享用到的特權 我也要繼續享用 大家聽到哈里是向英女皇說到要繼續享有皇室特權的 即是說到皇室有特權 如果沒有特權的話 哈里又要向英女皇提出要繼續享用 就著這件事這個專爆皇室內幕的媒體就說到當時英女皇的確煩了幾天 不過到最後也硬起來就要哈里作出一個我們俗稱為一刀切的選擇 意思就是沒有那麼好處 英女皇就向哈里說 要不就完全放棄皇室身份的地位 那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沒約束 不過就不要想著可以享用到皇室特權和繼續收到皇室人員的那份量 想也不用想 是你第一條路 而第二條路就是他跟他的孫子說 要不就乖乖地繼續做你的皇室成員 這樣一世榮華富貴 我包你有的 不過同一時間你也要出力 而且要受到皇室成員的規矩約制 絕對不能夠出去接私幫 所以我經常說哈里兩夫婦有的確幾次顏色人士 好像類似的新聞我也聽過 就是那些顏色人士就把他們自己的要求寫在家裡奉牆上 又說要求他們的父母給了一層樓 兼且要有三百萬的生活費 又說到跟他們的父母說 這個已經是最低的要求 今後除了給了這些東西他們之餘 送樓送錢 還不可以過敏到他的私生活 其實看起來這些要求和哈里那些要求其實是同出一切的 也就是既不想付出 又想有收入 就實行有權利 但沒有義務 極端自私 極度自我中心 從這些我們俗稱為DNA到追溯到的所謂的皇室 究竟這個九歲已經懂得跟同學說 小心點 我爸爸是英國國王的 喬治皇子 接下來他會不會像他叔叔一樣 有些驚天動地的動作 反轉整個皇室 我看好你 喬治皇子 正所謂青出於藍勝於藍 你九歲就認識空同學了 我相信你絕對會爬你叔叔的頭 用點心 不過就算你怎麼樣 做得再過份也好 有一群人永遠會在你背後支持你 這群人就是我們現在給他們一個新名字 俗稱為籍人的人 籍就是籍民地的籍 無論你做什麼他們永遠都會在你背後 不會怪責你 放心去吧 你背後是有強大的支持的 再之後為大家報導 大家知道烏冬的四地現在回歸俄羅斯的懷抱 歐美世界是不想承認這個公投的結果的 其問題就是歐洲那邊有些理由說這個公投是假的 不是真的 而美國那邊也有他們的理由說這個公投不成立 但是歐洲和美國兩班人說的理由卻有矛盾之處 口供不是很合格 看來他們預先不是很齊心 沒有怎麼合格 不一定 自相矛盾 而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人把俄老烏仔之間的矛盾 以及烏冬那邊回歸俄羅斯這件事 來想企圖類比我們祖國和台省 現在的兩岸問題 我們中方就已經走出來進行一個清晰的回應 話說盧金斯克 頓獵之克 扎波羅烏和喀爾松這些地方 根據公投的結果 平均都已經是九成半的人群覺得要回到俄羅斯的懷抱 也很願意快快去跟俄羅斯講俄語的俄生活 23日至27日的公投完滿揭曉之後 其實盧金斯克和頓獵之克的領導人 已經剛剛在昨日俄羅斯時間28日 都前後腳趕著走過去莫斯科去辦手續回歸俄羅斯的懷抱 而在接下來30日普京也會在杜馬進行演說 這個演說就是支持來歡迎烏冬四個州回歸祖國的懷抱 根據這個法定的程序 俄羅斯聯邦的委員會 接下來10月4日就會正式審議和通過 到時候就明證言述烏冬四地就是俄羅斯國土的一部分 而烏克蘭那邊是表明態度他們不想承認的 那就是說如今四地都公投結果是俄羅斯的領土之一 包括克里米牙 戰士能否就此而結束 烏仔那邊是不會 因為美國那邊說不會 看來戰士會不斷拖牆下去 而受惠的會是哪些國家 首先美國一定是從中逃利 現在天然氣和軍備已經大賺幾筆 而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如今 收回烏冬 再將整個烏克蘭去軍事化 然後將它一分為三 烏冬歸俄 掌握了工業和農業 烏克蘭中間幾乎兩邊人都有 去到烏西你喜歡親西方就親西方 親波蘭就親波蘭 那邊已經不重要了 烏克蘭的總統顧問 即是扎蓮斯基的首席顧問 波多利亞克 一定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這次有份在烏冬搞公投 有關的人士和團體 除了要配合西方那邊 美國那邊 歐洲那邊對它進行的制裁之外 他們自己也要加多一條 就是出賣國家的罪 要判它五年 說真的五年不是很長 但是若然被你抓到一些有份在烏冬那邊搞公投的人 進去五年還有剩下的 烏冬那邊的合法公投 如今烏克蘭的總統就說這些全部假的 那些人是被逼去投的 為什麼呢 有些人找炮指著他們 逼他們去投的 然後又想轉移視線 說到自己在東南邊 例如哈爾科夫那些地方 如今烏克蘭頻頻就有勝利的消息傳出來 看來哈爾松都可以很快拿回來 還有說到自己如今如何運用智慧 運用戰術 為什麼呢 刨了中國的孫子兵法 來自招釜底抽身 成功截斷俄羅斯那邊的資源和糧草 所需要運輸的橋和河道 在這裡 新潮民就說你烏克蘭沒有東西 嘴炮就特別厲害 學足美國人 但是問題就是 歐洲和美國的說法就不一樣 歐洲那邊和烏克蘭都是這樣說 就說那些公投不能夠表達到當地的民意 因為他們是被逼 他們是有人找炮指著他們逼他們去投的 OK 你這樣說吧 但是美國那邊卻說些什麼 美國那邊卻說烏克蘭東部那裡的公投 是假的 因為那些全部都不是真正的烏克蘭人 是俄羅斯人 運進去來假裝投票 所以烏仔那邊用美國的軍備攻進去 不用疼他們 見人就能夠射擊 那些不是烏克蘭東部的人 那些是俄羅斯人 這樣 那究竟是烏克蘭人 被人用炮指著來逼投票 還是那些是俄羅斯人 兩件事是有矛盾的 不成立的 你們歐和美沒有事先合適口供的嗎 都不是很齊心的 山江白造也有前後矛盾的 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知道 烏克蘭的東部這四個州 搞公投來回歸俄羅斯 有人就用這件事來想類比我們祖國和台省那邊 如今兩岸關係 雖然知道兩件事其實是不可以同一擺出來類比的 任何人擺出來類比都是想轉移視線 外交部的發言人汪文斌就知道 我們中方的立場很多人藉著這件事都逼我們中國表態 我們中國的立場從來都是根據聯合國的憲章 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一直以來在俄羅斯人和烏仔的戰事裡 都是提供物資和勸和速談的 至於有人有心人把俄羅斯人如今的局勢類比中台關係的話 簡直是轉移視線和立心不良 因為雖然知道台省從來都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 領土和主權都是屬於我們中國的 就跟俄羅斯人和烏仔那邊複雜的關係一點也不同 所以如果再把俄羅斯人和烏仔來類比中台的話 任何人敢把兩件事放在一起來說 就是有心搞事的人 就是台智立分子 說到這裡的時候真的要問歐美世界 那夏威夷呢 夏威夷算不算是你們美國的幾部分 其實夏威夷可不可以脫出來做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蘇格蘭和英國的關係又怎麼算 到底是英國吞蘇格蘭還是蘇格蘭吞了英國北部 那北愛爾蘭呢 北愛爾蘭又是否可以自己搞公投來脫出英國 如果搞公投想脫出英國的時候又是否不承認 所以要爭論就不是用理據來爭論 到最後其實俄羅斯人做回 誰手刮夠硬的話就誰對 反正西方世界不會跟你說道理的 他們做就行 你做的公投就不是真公投 叫做炮協公投也好 吞慶公投也好 這些名目西方世界都是層出不窮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一下 最近警察查獲了很多濫發免針止的醫生 我們全城的市民看到香港警察行動迅速都在熱烈鼓掌 而且紛紛都斥責那些濫發免針止的醫生是無良缺德失專業的 但是這個世界總有人想透過一些出位的言論 來突出自己的 說的是什麼人呢 現在有個人 他的身份在醫委會的業外委員之餘 還在一個掛著非牟利排頭的組織 名字叫做香港病人政策連線的主席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林志友 他在上電台節目的時候 就為著濫發免針止發表了一些言論 還企圖把這個公立醫院 在濫發免針止的事件裡面 把他拉下水 而這個林志友的節目裡面就說到 以往都有私家醫生 在未了解這個病人的身體狀況之下 就已經遠距地簽罰免針止了 這裡我就有一個疑問 如果那個私家醫生是黃醫生的話 他們最有可能拒絕去簽罰免針止 最大的成績是因為病人給不夠錢 然後這個林志友又說 據他所知 公立醫院有些醫生 都已經表明了 即使病人 是不宜接種苗苗的話 他們也不會發免針止給病人 所以林志友就覺得 今次香港警察 嚴正執法 這樣拉下濫發免針止的醫生 是會造成寒蟬效應 就說到以後 就會更多的市民 很難找到醫生去發免針止 究竟這個林志友 知不知道什麼叫寒蟬效應 人說你又說 似乎他這樣說 是有偷換概念的嫌疑 也有可能 他本來不是想說寒蟬效應 可能他以前也熱愛音樂 熱愛香港的流行曲 所以索時之間想不到有什麼形容詞 就搬出寒蟬效應 因為很有可能 他上去電台做訪問前 在他自己林志友的辦公室裡 是上演過一幕這樣的情況 林主席 現在電台那邊想邀請你做訪問 說說這個免針止 麻煩你稍後量度一些廣告 不用量度 一於就好像那首鄭伊健那首歌 那首寒蟬效應 主席 那首叫做傳承效應 是嗎 不是寒蟬效應嗎 不是 是傳承效應 傳承槍 傳承免針作出呼應 什麼都好 總之你和我第一句講稿 就是寒蟬效應 一定可以 好 收到主席 真是明知道我律師 醫學那些東西有識條鐵 找我上去說 寒蟬效應 有什麼好說的還 沒錯大家沒有聽錯 雖然這個林志友 就是這個醫務委員會裡面的委員 但是屬於業外的委員 也就是這個林志友的專業 是和醫學無關的 那林志友 究竟他本業是做什麼的呢 由於這個林志友一直以來都發表很多出軌的言論 所以也不少網民對他非常好奇 也很想知道這個林志友的立場是什麼 在我們說他的立場是什麼之前 其實就著免針止又或者苗苗的事情 這個林志友一早已經跳出來說話了 尤其是當我們香港政府要為市民去採購苗苗的時候 初時香港政府去採購苗苗都會想哪一隻苗好 哪一隻苗是適合市民來打的 由於這個林志友早就是這個醫委會的非業界委員 掛得這個醫委會委員的牌頭 訪問他也合情合理 況且不是每一個記者都會懂得訪問一些正常人士 問到他採購苗苗的事情的時候 這個林志友就發表偉論 他就說到自己 我林志友就做過一個調查 調查裡面就指出 政府採購的那三隻苗苗裡面 內地的科興是最不受歡迎的 所以我林志友也建議政府少一些科興 同時也想提提香港政府 應該放下政治的考慮 嘩 說苗苗說到要搬個政治考慮出來 但是又叫人不要進科興 那麼這個林志友的立場 都相當明白 他身為這個醫委會的委員 雖然是非業內的 若然你不認識苗苗 你就說小句聲 又說到有什麼調查 又不知道訪問了多少人 整個套路 就始終那個黃人機構香港文言 在初時香港政府選擇要訂這個科興的時候 開頭是不會很多人打這個苗苗的 既然未打苗苗 又何來有歡迎與不歡迎 這個不是真實用家反映回來的數據 這個只是他們黃人的口味問題 而林志友最後那句 要提醒香港放下政治考慮 似乎聽起來有點古怪 當時我們整個社會面對的困難 就是這個病情在社會上示弱 苗苗就是防護市民 免受到這個病的侵害 這個是醫學問題 和政治考慮有什麼直接關係 林志友是否想透過這樣說 就來暗示我們香港政府 要買科興的苗苗是為了討好中國內地 當時 林志友說完這句話的時候 有很多正常的市民都覺得非常奇怪 不查就不知道 一查原來就發現 在香港編年史上 林志友的律師事務所 就被黃人定義為黃色的商家 也就是大家口中所說的黃店 難怪的 通常沒有發表過一些黃人的說話 就不會被黃人定義為黃人 似乎這個林志友 這樣針對我們香港政府 針對內地政府 這些說話的黃人非常受諾 這個林志友針對著濫發免針子的問題 說完這番說話 似乎就會誤導了別人去想 是不是因為警察 抓了那麼多濫發免針子的醫生之後 就會令到那些醫生會擔心自己 在發出免針子的時候 就會惹上官非 或者被警察拘捕 所以病人的選擇就會少了 這個說法似乎是一個偷換概念的說法 唯一可以證明他這個說法對的 就是他所指導的病人選擇 是病人選擇 假免針子的選擇 真的會少了 因為那些濫發免針子的醫生 拉下又少一個 拉下又少一個 你想找一些假的免針子 當然會少了 而他說這番說話 就站著把拘捕那些犯法的醫生 這個這麼正義的行動 是損害病人的利益 是扯上關係的 這些就是黃人的慣常手法 其實這個林志友所在的組織 病人偵測連線不如改名吧 叫黃人偵測連線吧 你連來連去都是連線的黃人 你說的話 有哪一句是跟真真正正病人的利益有關係 但是這個林志友除了在苗苗的問題上 是想抹黑課卿之外 他擁有的黃人基因 在今年年頭 也使得他就著內地醫護援港的問題 來到大作文章 大家都記得 今年年頭 我們香港社會進入了一個 史無前例的病情恐慌 在這麼危急的關頭 援港的醫護 就如雪中送炭一樣 千里少少來到我們香港 幫助我們香港人到過難關 但是這個林志友是怎樣說的 他在這些危急關頭面前 他就說 如果內地醫護是犯了錯的話 醫委會是沒有辦法去採取行動的 然後林志友又質疑 內地醫護社的病歷 我們香港的醫生是未必會看的 你就不會看你律師來的 當然林志友說的這句話 除了侮辱內地的醫護 也同時侮辱香港的醫生 正常的醫生 所以當林志友說完這句話之後 其實在香港的醫學界 對一些正常的醫生來說 都非常不憤 當然啦 林志友你說香港的醫生不懂得看中文 所以同樣是姓林 林志源醫生就出來反駁了 就說到 香港的醫生寫英文 內地的醫生寫中文有什麼問題 難道香港的醫生 數字這麼差 連中文也不懂得看 林志源醫生說的這番說話 相信就有壓力過這個林志友很多 因為人家真的實實在在 是一個醫生 所以我們就覺得 林志源醫生反對有效 而在內地人員來到緩港的這個問題上 其實這個林志友不是第一次 就走出來出無謂質疑 在病情爆發的初期 即是2020年 當時有很多內地的支援團隊 就來到香港幫我們香港做檢測 當時這個林志友 他不只自己走出來 就來反對內地的支援隊 幫香港做檢測 他還連同其他醫委會的業外委員 加上他自己總共是三個人 三個人都是以個人名義發了聲明 就聲稱任何內地緩港的團隊 都需要依從適當的註冊程序 在他們發完聲明之後 其實有很多人都說到 內地的團隊來幫助香港 不是來執業 你這樣阻攔別人 擺明就是偷換概念 而之前特區政府 在研究這個苗苗通行證的時候 這個林志友也說了一些很無稽的說話 就說到如果實施了這個苗苗通行證 沒有膽而苗的人士就會被限制進入某些場所 這樣就等同影響了相關者的進食 又或者是工作 教育 這些基本權利 所以每一次我們看到這個林志友的發言 都可以發現他根本不是以事論事的人 之前說到蘭祖內地援助香港的團隊 除了這個林志友還有另外兩個醫委會的業外委員 現時在這個醫委會傳稱叫做香港醫務委員會的架構裡面 關於這個業外委員 總共有七個 從蘭祖內地的醫療團隊這件事上 就已經看到七個業外委員裡面 有三個都是擺明黃的 還有其他業內的委員 就好像這個醫委會的委員名單裡面 還有大名鼎鼎的蔡堅 大家想想每逢遇到一些醫療問題的時候 醫委會當中都會有一些黃的委員 就走出來說三道四 這個醫委會的委員 這個香港醫務委員會 他們的家構組織是不是很有問題 好像這個林志友那樣的這類委員 他究竟還有沒有資格坐在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裡面 現在正適合你發完這個言之後 就等於你自己又袍頭回來 我們香港由志及興的這條路 要走得暢通無阻 就必定要剷除這些瘀血 就例如說到 蔡堅啊 林志友這些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看什麼時候會重組這個醫務委員會的架構 就像他們這些黃人 他們站在黃人的立場上 就來到為了醫療去發言 根本就是把這個醫療的問題 帶進去政治的問題 而且他們的發言 還在影響著我們香港的社會安全 所以說到這些人真的居心叵測 接下來我們就說一下 最近在網上流傳一輯照片 把這輯照片串連在一起 就是一個維麗泊車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就是一輛黑色七人車 而事發的地點就叫做海達村 海達村據聞是經常都有一些維泊的問題 我們去年也說過 這個海達村旁邊的海荔村 曾經由於車輛維麗泊車 引致到有人報警投訴 然後那群泊車的刁民 還包圍警車不讓警察走 這個海達村正正就是海荔村旁邊 大家都是屋邨位處於同一區 可以說到這個泊車的問題同樣嚴重 事發的七人車 除了泊在一個雙黃線的位置之外 司機不知道想什麼 竟然想到一個很狂妄的方法 就是把一張寫有畏雨的字條 放在自己車的車頭 來到挑戰執法人員 那字條上面寫什麼字呢 他就寫了抄我牌者鬥號 大街X 你全家 不過就不要以為 擺張這樣的字條 執法人員真的會害怕你 到最後這個故事的發展 不只是抄了一張牛肉桿 這輛有字條的七人車 就更加是被警察安排的拖車拖了去 有很多網民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都笑這個七人車的車主 說到這個車主真的自討苦吃 本來為例泊車就幾百元罰款 但是現在搞到又要被警察拖車 到時候他找這條數的時候 就不只是把牛肉桿 還要給拖車費 拖了一輛車回去 又有全倉費 這條數就很耐忌 其實警察這樣拖車 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因為原本這輛車 放在雙黃線就已經是為例泊車了 如果一旦為例泊車 泊車的位置 又是會阻塞一些通道的話 尤其是一些消防通道 救護護通道 必定就要拖走 另外就是本來是交通問題 但是留有那張字條是有客人的成分 無論是否嚇到 寫這張字條的那個人 他的動機就是想著嚇人 那客人在香港法例來說是不對的 更何況這張字條指明就要嚇一些執法人員 因為斷猜不會無緣無故有人 拿紙拿筆去抄下車牌 抄下車牌一定是執法人員 來出牛肉桿 所以在正確性上 這個七人車的車主就完全錯了 但是透過這宗新聞 亦有網民反映到 現在我們香港那些泊車的車位真的嚴重不足 尤其是一些屋邨那裡 所以就搞到很多人寧願泊在街 都不泊進去的停車場 因為除了車位不足之外 屋邨的停車場原來 時租泊位收費是十分之貴的 那麼這個海達村 在我們的概念裡面就是屋邨 又不是那些中環和羅灣尖沙咀的商業大廈 怎麼會泊車費貴到 寧願泊街被人抄牌都不泊進去 於是乎就找一找這個海達村的時租價錢 一看原來真的嚇到人 當大家眨眼看下去 以為它的時租以私家車來算是十八萬小時 但是當你看真點的時候 原來這個停車場是有辣辣上的規矩 怎麼為辣辣上呢 它的價錢表裡面就寫明了 第三個小時開始就以每小時是三十六元的價錢來收費 而客貨車即是賺食車就更加誇張 本來時足是二十一元 但是當第三小時開始之後 往後每一個小時就四十二元 而賺食車即是客貨車 月租的價錢更加達到三千一百四十元 有很多人都很難想像 原來這些價錢是會在政府屋邨停車場裡面出現的 而且有很多網民就說到 其實住屋邨 拍下屋邨的汽車大部分都是屬於屋邨的住戶 有人就用來代步 也有人是賺食車來的 為什麼政府的物業的租金可以這麼不貼地呢 竟然一個賺食車的車位的價錢是可以接近一間公屋的租金 現時防委會旗下的停車場 他們的拍車位的月租收費 是按照停車場的使用率就分為三個級別 這三個使用率是怎樣分三個級別呢 就是一個停車場的使用率在50%以下就是一個級別 50-90%又是另外一個級別 而最高級別就是90%以上 所以防委會旗下的停車場的月租收費 就是按照這三個級別的收費 最貴就一定是使用率90%以上的那個級別 也即是說到一個防委會的停車場 如果越多人租收費就會越貴 但是我們香港的拍車位市場上是怎樣計價的 並非是用政府的這個模式 因為一般都是以地段、管理成本 包括供求這個因素 作為離定它的租金 但是似乎防委會旗下的停車場 就只是按照這個供求來離定租金 似乎就不太合理 更何況這十幾年以來 其實政府建的新型屋邨 普遍的停車場、車位方面 數量都是比較少的 數量比較少 再加上有一個越多人租就會越貴的機制 政府是否可以想一下檢討一下這個機制 同時間我們經常都會聽到一個情況 就是每逢有公屋住戶 他們去申請車位的時候 他們以年度為一個週期 所以每逢申請下一個年度的車位 申請的人籠都會大排長籠 有些屋邨的住戶為了入址去申請車位 甚至乎輪車位那條籠 搞得要好像輪演唱會費一樣 通宵擔椅子去霸頭位 其實這個模式是非常不健康的 所以希望政府可以考慮一下 就住防衛會停車場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多多改善呢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民生上引發出來的問題 好像圍禮泊車一樣 不僅在影響市民的生活 還會激化了市民和執法人員的矛盾 真的難聽些說句 這個圍拍的問題 最終又不是警察去做醜人 其實警察也非常無辜 好像這次事件裡面的七人車 就真的擺明是圍禮泊車 但是誰去抄牌 誰就要給他去到問候 所以當我們政府計劃解決民生問題的時候 同時也可以減少這些 市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 我們香港的社會就會變得更好 到處了